大家好,我是凌薇 韭菜这种做法太香了 打入三个鸡蛋比包子油条简单 比馅饼还好吃 韭菜我们最好选择这种比较肥嫩的 清洗干净之后切掉根部较老的部分 再把它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小段 切碎一点 韭菜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 平常就是用来做早餐或者是当菜当饭都非常的合适 往韭菜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先把韭菜和鸡蛋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加入一点盐 一点点味精 一丢丢的五香粉 五香粉不要加多了哦 因为韭菜本身就自大香味 加入一点点的面粉可以充当主食 不要添加的太多 现在就开始最后一次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的状态最后是像视频中这样的 看一下是有一些可流动性的 找一个平底锅加入一点油 油刷把它涂抹开 现在就可以挖入一勺我们的韭菜糊糊 让它从中心掉落这样下去的时候 等会这样摊开就会比较圆 绕上个弦约一分钟 看就是这么快底部就已经完全定型了 我们把它翻面 这个饼子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烙锅头 不要把韭菜给烙干烙黑 这个饼子总共只烙一分半到两分钟左右 即可把它出锅 看这样热好的小饼真是太漂亮了 又香又软又好看又好吃 出锅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三五分钟就可以做好这么多 不管你是用来当菜还是直接用来做早餐都非常的合适 简单一做就是一份营养早餐 十分钟以内绝对可以搞定 可以送它起来试试哦 我们想要 idag 我们再来试试 我们再来试试